很奇怪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已经无所谓省级情节了 你看那些最极毒的都是外省第三代 他哪有什么省级问题 就投身就投身到台独去了 然后就他一直在谈说 啊希望选举不要再炒作省级 我现在想说现在不会炒作省级了 他是炒作统独卖台 对啊那你这个东西过不了关 那还有很多核心问题 比方说你在讲说这个不能让这1450 为什么会有1450 因为克刚就培养出了这么多台独小台独啊 那他不需要去训练就可以成为1450 因为他接受就是那一套台独的思想教育 所以他就很容易就上网去骂你们这些捅的 骂你们这些懒的啊 那你都不去从根源去解决问题 只说我敢面对1450 我敢迎战他们 so到最后大军一样压过一把你撵过去而已啊 他当中不是举一个例吗 什么宋楚瑜马英九跟韩国瑜的例子 我就心想你举这个例都不对 宋楚瑜那个年代 台湾超过八成以上的人都认同自己叫中国人 而且宋楚瑜那时候台湾省主席 台湾省长 对 他手上还有经费 对 那再来你说那个马英九 马英九那个年代是台湾 大家觉得陈瑞宾太烂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弄一个马英九出来 而且觉得马英九对经济有帮助 到韩国瑜 韩国瑜那时候是戳破了民进党执政的假象 大家那时候觉得两岸关系不好 我们快活不下去了 你看现在蔡英文是立刻回房 开始说到 你看我们台湾经济多好又多好 你今天没赚到钱 而是你不努力 是你能力有问题 不是我蔡英文有问题你看股市上万点 而且每天创新高哦 他就开始说到台湾经济很好 没有大陆我们也很好 更何况大陆需要台湾 不需要你国民党 那所以这些东西民进党已经全部排除掉了 你再跟我讲宋楚瑜 马英九 韩国瑜没有了 而且这当中还有一个 蔡英文为什么可以大打反中排在去年过关 因为香港嘛 反送中嘛 可是在香港反送中的这个议题 赵先生是支持的 支持香港反送中 那你不是等于送蔡英文上磊的人吗 然后呢 在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 嬉皮笑脸那边讲的是谁 方舱医院是集中营 干嘛什么是谁 然后最近还讲说 共激若再来我们就把病毒丢上去 又是谁呢 精神胜利法是谁 说人家那个什么 一千多个人用一间厕所的人又是谁 被环球时报点名嘻嘻哈哈的人又是谁 不就是你们吗 你们是在帮台独跟民党天柴火的人 然后现在讲了一副好像说我可以来对抗他们 其实你们当势头 那个势头的时候 你们没有去阻挡反而在那边天柴火 我其实看到在也就上个月的事吗 这个美国不是上演国会暴动吗 然后那一集赵绍康就严加批判 说美国可不像台湾哦 可不像台湾说去冲立法院都没事哦 美国是立即啊 这个超过线就把你打下去 枪毙了也没人会同情 所以这是对的咯 那我就不懂 那为什么美国国会这些暴动 你们就立即要谴责 那香港反送中呢 那黑豹青为什么你们都装聋作哑吗 而且你忘记了吗 赵绍康支持谁 黎智英呢 对啊 那到现在依然支持黎智英呢 那黎智英就是挺这些黑衣魔的人啊 那你怎么都不讲话呢 就很多人讲说可能大陆会更能接受赵绍康 而比较不会接受江启臣 其实我必须讲公道话 如果要这样比的话 江启臣是接见了黄之锋 没错 可是要是和赵先生与黎智英的关系比的话 可能赵先生还更反大陆一点 对不对 就是从这个你去支持的人来说 以及你的媒体声量媒体的关系 那其实你在各个重大议题里头 还更反大陆一点 我有问题 你看像江启臣 他跟黄之锋也许是就是见面嘛 因为有时候会安排 拜会安排拍照 那他跟黎智英是私交吧 那那个程度差很多 所以我才说 今天我看到这么多 也不敢说就是这些比较传统的 所谓蓝血人 老蓝血人 年轻的蓝血人还未必 那这么欢迎赵绍康刚回来 你们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啊 那在很多时候 他是帮着绿营在天彩火的人 他做一个媒体人 然后说我是中立的 所以我这边是蓝的 这边是绿的 你们各讲各的 我就在中间 那他在关键问题上 为什么不站出来 想说绿的这是错的 不行的 我以我这个 做一个公正的媒体人 我必须要讲这是错的 讲事实就好 你看他找的来宾 有蓝有绿 没有统 对啊 从来不找统啊 都不是蓝的就是绿的 我看到很多新党知识 还很兴奋说 哦赵超安回去太好了 也把我带回去吧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就回去 我就觉得你们就回去 不要带在新党 国民党才是你的家 赵绍康去做媒体人 这么多年 你好歹提拔一下 一些新党年轻人吧 有吗 我看到他提拔谁 提拔徐晓星 提拔高家瑜 就这样子而已啊 是啊 那他都不提拔新党的人 只有你们看到他还好兴奋 还要赶快发文说 哦很好哦 他回去了 当初讲的话说 对我这样讲这个 老义工的证言嘛 说你是新党测议嘛 我不能参与政治的 因为我还是做媒体来帮助新党 做一种新党的外围测议 有帮吗 帮在哪里 民进党都帮 对啊 民进党的新兴都可以帮 对啊 台独都可以包容 同派不可以包容 然后然后这样子 你们也接受 就是说 好吧好吧 那讲白了没有是非啊 谁要 就是我常常讲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蓝营打拼 因为做战将的 一点好处都没有 就是你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他们其实是需要一个侧意的 你看像民进党 他有一个侧意叫做激进党 叫做时代力量 社民党 然后或者是绿党 这都是他们的侧意哦 每个议题有不同的侧意 你国民党哪来的侧意 没有侧意啦 谁帮你 谁会帮你打 没人帮你打啊 国民党哦 骂自己友军最厉害 自己没本事没栽掉 闽南话讲南天就说 你自己没有本事给人家干 然后呢 有这个人家帮你打 然后你们还在那说 哎呀把我们弄脏了 哎呀红的啊不行啊 太阳话说就是这样子啊 太阳话说一片那个反服貌之声 还是你马英九的政策 你马英九自己都不捍卫 马英九的青年群不捍卫 然后我们基于我们自己的良知 去反 我们也不是听你国民党的 我不是你国民党命令的 我是基于我自己 我反对这些台独的 就还来指指点点 说哎呀 由他们来代表反反服貌 实在是形象不好啊 什么的 呸 这就好像有人跟我们讲嘛 那时候我们不是开记者会讲 那个说要罢免陈伯伟 有人就讲啊 哎呀新党出面了 形象不好啦 国民党讲的 都是这一挂 但是真的出事的时候 他们又没有人 要我们来出面 然后呢出了面之后呢 选举到了又说 哎呀那个不要沾了 最近就常常看 有一个也是最近常常上梯台 上文献节目的一位教授 那在那讲一大堆说 对民进党法西斯化的各种的 觉得后悔 当年支持民进党 我们党外时代的奋斗理念 都被你们怎么样消耗了 在那儿murmur 老蓝蓝的murmur 我就想说 那你你这位教授 当年支持民进党 后来后悔了 然后变国民党的智库 结果国民党 马英九那时候 唯调克纲 就是这位教授 大年初二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哎呀班旧兵啊 秉仲啊 你们那儿有没有什么青年军啊 可以出来当打手啊 帮忙帮忙反击那些台独的学生啊 我当时也真的是很淳朴 你知道吗 我想说我们本来就反对 这些台独的学生 所以我也说 对对对 哎呀这个怎么可以这样搞啊 我们一定要出来 我现在想想 我觉得我还真的是淳朴 人家江湖规矩 你要班旧兵 是不是至少也得给小弟一点 不是你这不叫淳朴 吃吃喝喝啊 你这个叫淳 然后传过水无痕啊 对不对 那完了以后呢 现在他没有机会在那儿闷闷 我想说你有什么好闷闷的 对呀 你们自己都不培养你们的人啊 有啊他有培养变毒的 你们不培养人 出事的时候没有人 你们自己也不挺身而出 全部做归孙子 然后呢还要叫 就说哎呀怎么会变这样 哎呀台湾怎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你们全部都是 闹种cower chicken一群啊 是啊 你们出事的时候 没有人要站出来啊 然后别人站出来张安乐总裁站出来 闲人家嘿 哎呀这就不好啦 哎呀形象差呀什么的 哎 啊没了你们自己站出来嘛 好形象好了拜托站出来一下 没有每个爱惜羽毛 至少门前雪的钥匙 不怪去死后啊 他们只会针对什么议题讨乱 莱猪 有没有 那摆明就是不会有伤的议题 对 他们愿意出来讲讲话 然后还有那个疫情的事情 然后一些讲话只敢讲一半 感觉好像有点压力的 哦又Q回来了 但是真正的大议题 最核心的问题 从来不敢碰 统毒你为什么不碰 对啊 你说我还是看不懂 你国民党到底要统要毒 没有那不统不毒的啦 没有在那个中间 维持现状的啦 而且大家一直装聋作养嘛 那大陆最新这个人民政协报的文章 已经告诉你说 台湾问题实际上成为中华民族发展 最大的绊脚石 以及最致命的软肋了 我要讲 这个我有先讲过 对不对 我要赶快腰功 你说你早就看出来这一点 你这一句说他抄你的 是 那个不是在讲志统的时候吗 对对对 还有什么桥梁的那个 台湾问题不能太快解决 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发言 对啊我那时候不是讲吗 台湾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好证明 所以苏恒在这边是要版权费啦 对 人民政协报里面 我让他其实写得非常好 他理路很清楚 就说当今天美国打这个贸易牌 也不能动摇大陆的时候 他就是要打台湾牌了 肯定的 除非你就直接说 我就放弃台湾 否则他就会成为你永远在那里 被人家抓住的命根子嘛 对不对 好 那今天赵先生说 台湾跟人家大陆赚那么多钱 怎么可以不跟人家对话 那大陆的对话 难道是可以无限期的拖延 永远的问题吗 永远纸巾不正吗 对啊 但你看哦 假设今天男女朋友好了啦 两个本来暧昧 暧昧完交往 交往牵手 牵完手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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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玩 亲亲亲亲玩 对不对 那我问你 落肩你是男的 你会觉得说 那我抱抱以后 我就只要再牵手收就好了吗 你总会期待有个亲亲嘛 那今天台湾跟大陆之前 已经到了马英九跟习近平 走到最直至了 再来你还不正吗 再来还要对话 对话 对话 然后呢 对你对话干嘛 那就是大陆王讲 你们就乞丐 就是要钱而已啊 就是丐帮又来讨钱啦 换一个人来讨钱而已 不是吗 就是帮主换人了 打狗棒接下一个了 你们这太逊了 都要不到钱 现在换我来做帮主 对不对 我来去要就有钱 对不对 就还是只是要钱 就要钱嘛 那其他我都不要 我只要钱其他不要 那问题回到北京 就是那如果说今天 习近平要准备 迈入第三日任期 前面都对话了 你也跟马英九见过面了 那难道再跟 再跟赵绍康对话 有帮助吗 他只要对话吗 他要的应该是 最后的那临门一角吧 那如果那临门一角不行的话 今天我跟你对话 是没有那一角的 我干嘛跟你对话 对啊 所以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标题 第二段就要讨论到 蓝营又梦救世主 那绍康中心又心了谁 就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是说 赵绍康能不能够救国民党 那我们要问的是 救了国民党之后 又是心了谁 对不对 你国民党也好 蓝营也好 中了心 然后呢是心到谁 那我跟大家来分享 这是在网路上很有名的 一位党外的前辈 也是网路上的自由作家 叫做陈真 那陈真医师呢 他写了一段 他其实很长篇 要不要介绍一下 他的背景 他是当年也是 过去党外时代 那也参与党外杂志的撰写 也是等于说 早年也支持过民进党 那在国民党威权时代呢 他就是敢于去反抗 国民党威权的 这样一位陈真医师 那在网路上经常写很多文章 那很多朋友如果是比较有在 网路上的这个评论政治的 可能应该有听过 那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我就举里面比较重点 来跟大家分享 他提到的是说 赵绍康外号黎绍康 黎智英的黎 两人一搭一唱最佳拍档 其实叫郭绍康也挺合适 郭台铭的郭 那么提到说 绍康中心说要选国民党党主席 韩国瑜呢 居然也去发表说 要强烈支持 强烈感谢他来拯救国民党 那这位陈真先生说呢 国民党要怎么烂 基本上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 我丝毫不怀疑 赵绍康能拯救国民党 就说赵绍康能不能救国民党 这个陈真医生是认为说 我不怀疑 如果再加上CIA宪明朱立伦 以及不择手段财大气粗的 大草包郭董 那就更有重返执政的希望了 问题是这有意义吗 我觉得这句话 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国民党能不能救得起来 很多人都在讨论 有人说会加重国民党的内斗 有人说会为国民党 打入一记强心针 我想这些不是我们关切的 因为国民党要怎么烂 或要怎么救得起来 跟一般老百姓的关系 只存在于一点 就是那你重返执政了以后 你要干嘛 你是要新了谁 你执了政以后 你是肥了谁 是肥一般的人民 是肥什么人 这个才是关键 对啊我就觉得说 今天这个很多基层的来营 看到赵绍康回国民党 都好兴奋 那我就问一句话说 他回不回国民党跟你的生活 什么关系啊 没有关系 什么关系啊 我希望打倒民进党 我讨厌民进党 打倒民进党 然后两岸继续拖着这样子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继续赚钱啊 赚两岸红利财啊 那如果说今天大陆就是说 不谈统你也别来谈了呢 或者是红利财落入谁家 对啊落入谁家 就变成是 拦了买办都回来了 哎呀太好了 江起臣不才说 要拒绝买办政治吗 那是买办要复辟啦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继续 这个吃香的喝辣的啦 对不对 然后最后你到底得到什么 我就问老百姓 你到底得到什么 我想不出来 薪水会涨吗 蔡英文 马英九这几年薪水没涨 633也失败了 对啊 经济什么都失败啊 为什么呢 那我觉得关键就是说 老百姓要去思考 你得到什么 没关键 那我们 Said 感谢观看